啊 防空側 啊 防空側 防空側 我在這啦 防空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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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話啊 防空側 哦 你想打到我 啊 你想打到我 啊 沒救啦 打不到啦 哈哈哈哈 啊 這真的太爽了 哈哈哈哈 看誰飛彈先到啊 誰飛彈先到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瘋哥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這個 烏二戰爭組合 那這個組合呢 我其實很久以前就想要出給大家看了 只是那時候在忙別的事 然後 或是拍其他影片 所以沒辦法給大家出 那可是最近 Warsunder更新出了這台 T80UK連隊載局 所以呢 我就想說 不然就把這個10.7對列一次出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組合呢 沒有這個 T80BBM 主要是因為 T80BM 它是 11.0的東西 那我們戴上它就一定會到11.0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一直戴在10.7的話 我們應該會蠻長下分房的 因為我自己的玩起來感覺是這樣 這個4.7它不會很長到11.0 OK 那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俄羅斯戰車在烏克蘭被打得非常慘 主要是你可以看 就是俄羅斯他們戰車的正面其實是非常硬的 它有這種非常多的這種高硬度裝甲 然後它還有這種爆炸反應裝甲 反正它的正面其實是非常不容易去擊穿的 但是呢 現在主戰坦克的側面 其實現在不管哪一國的主戰坦克的側面 都很薄弱 那俄羅斯人他們因為他們是用自動裝填 所以他們的車底盤有一個類似這個 左輪手槍這個彈藥轉盤的東西 那這個是自動裝填 所以它會把炮彈推進這個炮砸裡 這樣的好處是 這台車不用裝填手 所以你就不會有裝填手死掉 沒辦法裝彈的問題 而且你一台戰車如果爆掉 也只會死三個人 但是呢 這就變成說 它被打中之後會非常容易尋爆 我們可以看這個防護分析 我們直接用鋼針去擊穿它的側面 大家可以看彈藥 它這個爆炸 其它也會一起跟著尋爆 那它的頭就會飛起來 所以大家才會那麼常在那個 無二戰爭的影片看到俄羅斯的戰車的頭飛起來 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呢 就算呢 現在烏克蘭沒有對它使用就是戰車去打擊戰車 但是呢烏克蘭現在都是用這個攻頂飛彈 就是標槍導彈 那這個遊戲還沒有標槍導彈 所以我先用這個M3A3的TOW TOW2B來演示一下 這個標槍導彈呢 它是瞄準這個戰車頂部 因為戰車頂部是最薄弱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其他的反應裝甲 可能這邊有一點點 但是因為標槍它是有二段式穿甲模式的 所以它就算遇到反應式裝甲 它還是可以繼續穿下去 那大家可以看 如果今天它的頭被打到 往下穿 彈藥一樣是被打中 那整台車一樣還是會被尋爆 大家可以看 它下面的這些彈藥都被打中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俄羅斯戰車那麼容易尋爆的原因 那今天呢 我每台車給大家簡單帶過 因為畢竟這些車如果細講要很久 那我們先從T80U開始看 那T80U呢 其實應該是這個對列裡面機動性最好的車了 因為它的倒退速度有這個11公里 那你可以看T90或是T72B3 其實他們倒退就只有4公里 這個是很尷尬的 因為他們沒辦法就是 倒車去掩護自己之類的 那T80U呢 它的觀瞄是這個 炮手有一代熱成像 那車長沒有任何熱成像 那它的彈藥呢 其實沒有T90跟T72好 它只有3BM16 就最高穿身來到這個532 那532也是夠的 畢竟我們是125毫米炮 所以打進去的殺傷也是不錯的 那T72B3呢 T72B3 它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有這個改裝套件 那大家可以看它裝上去的差別 基本上它旁邊就是會多了一些這種 暴反或是隔塵裝甲吧 對暴反 還有這些隔山裝甲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拿來擋那種heater用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 就是這個加上去 就是為了防止他們側面被擠穿 然後到造成裡面迅爆 那但是其實這個也用處不大 就可能有一點點用 但其實用處也不大 那T72跟T90呢 他們都有這個比較好的彈藥 就是3BAN60 那這個有580穿 算是不錯的 那T90A呢 它有這個 就是紅眼睛 這個紅眼睛呢 就是它是IRCM 那IRCM就是如果今天飛彈 朝你這邊飛過來 那種導引式的飛彈 朝你這裡飛過來 它是可以去干擾到那些飛彈 讓飛彈不要集中自己本身 那T80UK呢 也有跟T90一樣的紅眼睛 它跟T80U的差別 就是這個有沒有紅眼睛的差別 那其他數據其實跟T80U沒有差很多 那我們今天的步兵探測是這台BMP2M 它雖然位於9.3的BR 可是它帶到11.0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它有這個很強的這個短號導彈 然後它是串連撞搖 所以我們不用怕爆戰反應裝甲 然後呢我們還可以行進一間射機 那我們的飛機今天是這台卡50 塔莫夫系列的直升機 基本上都是這種共軸反轉 所以這就讓它的這個尾翼不用裝上螺旋甲 它就算尾巴斷掉 還可以繼續飛 那它可以設這個WARIO導彈 WARIO導彈呢非常獨流 可是呢這台車 這台飛機美中不足的點是 它沒有熱成像 那它有熱成像的話其實會更好 畢竟也會更好去找到敵人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主要也是要測試一樣東西 就是這次無人機版本加進來之後 無人機是否對這個高階場 會帶來很大的衝擊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說無人機太強啊 然後常常被無人機從上面一發打死 很毒爛啊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體驗看看現在更新後的樣子是怎麼樣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馬上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OK歡迎來到第一場 那第一場呢 我們沒有下分 我們到11點0 我們就一樣鋼鐵齁了 那他們是北約跟中國 還有日本 我覺得這蠻真實的 好 那第二台呢 我們帶出的是這台 772B3 這個熱成像就比剛才那個 還要清晰多了 OK駕駛員 好不用了 OK M1A2 我們倒車速度 在搞笑吧 讓我勾 跟隊友講一下 NICE HR 蛤 蛤 哇你看 M1的車體就是這麼大 喔 發 車種發生機履帶 看我可不可以做這樣 OK NICE 你看 M1的車體就是大 所以 他 欸他彈藥不會放下面 所以他不會被尋爆 但如果我被那樣打到 我一定會死 LATEL OK 那個BMP怎麼死的 無人機 Fuck 喔 那是那個 防空車 各位看 就是這樣 烏爾戰爭現況 在這裡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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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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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致命攻擊 怎麼會殺小 那殺小啊 怎麼會有M4 M19啊 哇他們被虐得爛了 WTF 那這場 第一台開的是這台T72B3 我有加這個改裝套件 你看 後面就這麼多的葛珊裝甲 那我發現10.7的蘇聯非常容易下芬芳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內定 但我覺得有 右邊有一台 Oh SHIT OMG WTF 喔他 等一下 他們也死太快了吧 殺小 車掌砲手 走 哇 我脫鎖了 不過他不動 OK 跟玩飛機一樣 他要死了 拜託讓我殺一下他 就差那麼一點點 再來一次 我贊成 我講真的 我覺得我打到現在 我沒有被無人機打死過 也許他沒有那麼毒瘤 我覺得毒瘤是蘇聯 毒瘤不是無人機 是蘇聯 不過是真的蠻好玩的 我在想我可不可以讓我的戰車 就往前走 然後不行 不能同時一起往前 像海戰那個船就可以他在往前 然後無人機也在 那個偵察機也可以 也在往前這樣子 OK 我們的無人機飛過C點了 來看一下他們在哪 啊 你這笨蛋啊 你這樣不是就暴露了自己嗎 Hello OK 他們有人在這邊 WOW 我們跟隊友說一下 欸 其實講真的這樣子 這樣子是真的蠻 這個叫什麼 多功能作戰嗎 多功能作戰嗎 Oh 死 What 其實某部分來講我覺得 他有讓整個遊戲性變多元 但同時也變得 可能會有很多人說不平衡什麼的 至少我目前玩起來我覺得 還好啊 至少我目前玩起來我是覺得還好 我自己覺得 蘇聯比較獨立 對 對 哼 OK 回家 防空導彈 防空導彈 那個是那個 屁啦 我都已經按下那開炮鍵了 耶 OK 卡古靈 我覺得我是覺得現在卡古靈的 重生點數變很低 帶渦流 只要500分就有了 合理嗎 你們覺得 卡古靈這樣子被降 Shit 知詩9 不要躲啊知詩9 這東西反而用來對控比較好 OK 重生點有沒有防空車 一點有人 Oh shit Fucking hell 什麼東西啊 不要不要煩啊喔 腦袋有問題喔 他要毒瘤起來的時候還是很毒瘤 但是也不是說完全的 就是真的沒辦法反制 啊 痛苦思卡 OK那歡迎來到最後一場 那 我自己是覺得呢 無人機的出現 也沒有改變 頂階場 太多的狀況 因為其實只要你們隊友防空車 除了小無人機啊 除了偵察型的 基本上都可以打得下來 因為我本來以為狀況會更糟 就是 可能大家都是無人機啊 就跟那時候卡古靈出的時候一樣 但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一切都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啊 OK左邊 OK 8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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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駕駛員 喔 nice 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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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無人機可以來 無人機我覺得就是來降降血壓的啊 無人機就是讓你 沒有殺的時候 來 來拿一下 不要動啦 你他媽過動了喔 ok 不知道欸我現在覺得這個 其實是 讓這個東西 這個遊戲更有遊戲體驗的 啊 啊你要幹嘛啊 就是 ok 就是 你知道嗎 有些人可能像我 玩的沒有那麼快樂 有某幾場 那 無人機你可以拿到一些殺 至少也不會讓你心情那麼差了 就我覺得其實也不會到真的 當然被打的人不爽 但這個感覺就是 像被直升機打死一樣啊 啊 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東西也許為這個遊戲帶來一點遊戲性 那坦克當然還是可以玩 因為他只有兩發這個地獄火 或是那個其他的那種 ATGM 而且也不一定是大家都可以上 就是你你是一般玩家 然後你可以拿到一 可能兩三殺 然後你就可以上無人機 但要 講真的要在高階場 有時候拿到兩三殺 不一定是常常都可以 有時候你可能出去蹦一下就死了 對不對 贏了 讚啊